大家好 我是廣州台的駐港記者 遜應文 今天是2月16日 我現在所住的地方就是在香港的九龍區 給大家看看熟悉的獅子山 Hello 我相信大家很關心香港的朋友 都很希望我們盡快趕走疫情 獅子山可以重現光彩 首先大家先看看最新的確診數字 仍然相當嚴峻 最新的確診達到4285宗 當然我們今天一大組也收到了一劑 相當強的超強能量的強心針 我們看到各方的新聞報道 也有講及做國家主席習近平 我們的總書記發來了最重要的指示 就是穩控疫情 穩控疫情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這個就是中央比與香港全力的支持 應該是給到我們香港一個非常之大的信心 也有望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趕走籠罩在香港的疫情的陰霾 我們看到市面上這些路條 都會比平時車流量和整體人流量減少了 因為市民也會進行錯峰的索羅班 甚至也有不少的人民進行居家辦公 所以出行的人數明顯減少了 而今天早上我也坐了的士 我和的士司機談了一下 司機哥哥跟我說 其實也有不少的市民 為了減少在公交上 地鐵、巴士的人民的聚集 他們都會轉搭的士上路班 但由於多了這個居家辦公的人士 所以他們的的士行業總的載客量 是沒有升到的 另一方面也會看到大家 對於接種疫苗的積極程度 也都達到空前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比較不適的個案 就是長者和年紀很小的幼童 都是出現了死亡的個案 所以大家其實也都是明白到了 就是疫苗旁生是相當相當之重要 疫苗通行症很快就要實施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 有疫苗旁生 也都可以令到大家 盡快恢復正常的生活 對啦 我在香港也會定時和大家 更新一些數字 和希望盡快有更多 令大家安心舒心 趕走疫情的一些資訊 和大家分享的